請剪裁 綠白同台參加台灣議會 設置請願活動百年展 但大家的焦點 依舊是昨天柯文哲的這一段話 我昨天聽到那個狀人祥在講話奇怪 他是認為我智商不到70日 這幫我們曾經 到底您當時是說 認為我還是在狀人祥 這個下午有議會要討論再討論 人家今天是有院長的場子 不要亂問 畢竟這罵的就是執政黨的防疫政策 游習昆面前當然不好說 柯文哲市長 即使你有高智商 也不應該說出這麼低情商的話 您究竟是有多麼沒有安全感 才會一天大晚 把你的高智商掛在嘴上 來攻擊別人 好來安慰自己 早議員痛批 EQ實在太低 前一天的智商說 這把火還沒燒完 太太陳備齊 卻一連兩天發文 接力再槓綠營 提到醫生沒有比較聰明 但也不笨 一整天下來 指揮中心給的回應 到底是笨還是壞 如果是笨 就是無解之題 連買疫苗這種簡單商業行為 都做成這樣 還想治國 字字句句 猛打綠營痛點 我們鎖住疫情努力買疫苗 不要買不到也罵 買到了也罵 我們希望大家認真出來打疫苗 讓覆蓋力提高 讓台灣能夠更好 要柯文哲別老是對中央不滿意 柯氏夫妻連環全炮打擊其疫苗政策 政壇一界在線風暴 歡迎新聞理會道品區 以太會報導